我感觉这个麻辣烫就是 它看起来非常非常地辣 但是它吃起来就是很香的 希望台湾的朋友 能够真正地看到甘肃是什么样的 连日来 天水麻辣烫竟频频相传 吸引了全国各地 大批史课慕名大咖 来自台湾的九五后女孩陈芳雨 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来天水主要是 往上天水麻辣烫真的太火了 看着非常诱人 我就决定 一定要吃到 而且在台湾又听说就是福西庙 然后我就想过来打卡一下 然后看看福西庙是什么样子 2020年陈芳雨跟随父母 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 甘肃兰州 在兰州生活四年多的时间里 陈芳雨渐渐爱上了甘肃 拍摄甘肃的美景美食 也成为了她日常工作 我的爸爸是台湾人 然后妈妈是兰州人 我从事这样的视频工作之后 各地县市我都是走过的 其实这里的美食真的是一个重点 它的羊肉真的很不一样 是我在南方城市或者是在台湾都没有吃过的味道 来泰密天水麻辣烫的陈芳雨 在接受采访时说 自己以前在台湾基本不吃辣 来甘肃逐渐爱上了辣辣的食物 刚才大家推荐给我很多菜 像就是这个丸子啊 或者是像那个木耳 都是大家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也拿了我自己很喜欢吃的藕片 我感觉这个麻辣烫就是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辣 真的可以随机吓死几个台湾人的辣 但是它吃起来就是很香的 在台湾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么多辣椒的 在台湾类似麻辣烫应该是我们的卤味 卤味的话它跟这里很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的汤是可以喝的 希望能拍一条视频 然后可以让台湾的朋友也了解一下 我们这么美味的美食 为应对游客热潮 天水开启全城重粉模式 甘肃各市州文旅部门也纷纷出动 举行飞衣节目展演 邀请各地游客品尝特色美食 以期让游客在甘肃吃得安心 游得舒心 陈芳雨也坦言 希望通过自己拍摄的视频 让更多人知道甘肃不只是落朵和沙漠 更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美景和美食 我从事这份工作 其实也是很希望台湾的朋友 能够真正地看到甘肃是什么样的 因为到现在都还会有一些台湾朋友 以为甘肃就是只有沙漠啊 有骆驼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希望说 把我们甘肃的这些美景美食 还有好玩的地方 然后都介绍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也能亲自过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K